桃圆市议会议长邱益胜提前举行中秋节绕军活动 感谢国军部队战备留守 并且支援地方的救灾准备等勤务 那么市议会是考量到国军部队 在中秋节还有国庆日期间这勤务繁重 所以邱益胜是特别提早来进行慰绕 市议会中秋节绕军活动 12号提早在议长室举行 由于中秋节和国庆假期 国军执行战备任务 邱医长邀请各单位到议会参访 颁发邱节慰问金 今天是我们民国112年桃圆市议会 针对中秋佳节特别慰绕 在我们辖区内的国军官兵 那要谢谢他们除了保家卫国之外 常常我们市有任何的紧急状况的时候 或者甚至于就是过去在农民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们在辖区内的国军官兵都特别特别支持我们市议会 特别支持我们桃圆市政府 参加中秋节绕军的单位有陆军六军团 还逊属桃圆宪兵队和特种作战指挥部等单位 桃圆市军人服务站 感谢市议会关心国军部队执行任务的辛劳 接下来忙完秋节 当然还有忙我们灾防的演练 因为最近的台风 我们真的是天佑桃圆 都没有对桃圆的影响比较小 南部可能比较大一点 但是北部的部队 他们还是积极的在做防灾的准备 那接下来呢可能十月份还有一些国庆的展演的活动 他们部队也要做一些任务的分配 所以说这个我相信议长在这个十节 在秋节前夕给他们未免打气 是非常有意义的 秋议长感谢国军部队在台风警报 或者是疫情期间 支援地方政府救灾或者是环境的清理 在中秋节前提早感谢国军部队 预祝官兵加节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上学雪儿